今天要介紹這款遊戲叫做暗影覺醒 這是一款角色扮演的遊戲 這款遊戲主要特色在於說 你可以在人間界與暗影界之間來回做切換 當你潛入暗影的時候 人間界的敵人並不能攻擊到你 除非他有暗影力量才有辦法攻擊到你 而且這時候人間界等同於時間暫停 然後聖鎖的話就是可以在這邊切換同伴 你的同伴的話就是支線或者主線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就可以解鎖 那我們可以更換的同伴只有兩位 因為我們有個主角色跟副角色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配角 兩位配角你才可以做同伴更換 然後我們要因應目前的關卡或者是BOSS來做戰術位置的調動 然後這款遊戲是有紫娃娃系統的 所以你打到的裝備是可以在這邊做切換造型會改變的 然後人力的話其實這個不用太在乎 它是白裝藍裝或者是綠裝 因為你只要添加金髓的話它顏色就會改變 其實它的顏色只是你添加了幾顆金髓而已 但金髓其實很寶貴的 所以你在暗影商人那邊可以買的話盡量要買 然後技能的話在這邊就不多做說明了好不好 因為大家可以自己看 天賦的話就是達到一定等級的話 你就可以多添加一些新的天賦進去 然後某些天賦的話你的基本屬性要點到一定的 一定的屬性點以後它才會解鎖 例如這個天賦它就必須要屬性70耐力才有辦法解鎖 那你每升一級的話就有5點屬性點數可以點擊 然後看你點的主屬是什麼 然後你的防禦能力跟攻擊能力就會不一樣 例如你點力量的話 你的抗性可能就是針對物理部分 所以這邊就推薦大家如果它是純力量型 然後基本物抗是哪一款的話 我們天賦就可以添加那個抗性把它點到最高 那你對抗這個敵人的時候 把這隻角色叫出來的話會比較有利 例如這個砍級抗性 如果你遇到劍勢的話就把這隻叫出來就對了 呵呵 例如啊 好不好 這邊就不多說我們就 然後這個暗影商人的話 這個根本就是黑店好不好 黑店好不好 賣的有夠貴呢 我基本上都沒買東西唷 沒買東西才賺到這些錢 借我你看它隨便賣就賣一個1萬2萬的 看你要怎麼買齁 所以這個錢的話不要亂花 錢的話基本上可以買精髓 最好是就去買精髓 然後主要的話 主要精髓的話你就直接點裝備齁 然後裝備這邊就是可以丟棄添加精髓或者是比較 然後某些精髓的話比較實用齁 像這個就是加移動速度的 你看這個右下角那邊綠色字的 你只要把這顆精髓相在披風腰帶手套鞋子的話 它都是可以增加移動速度的齁 為什麼我要特別說明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跑圖很麻煩 因為它船點少 所以你很多任務的話就要跑來跑去的 所以一開始的話是推薦大家 盡量把你的移動速度添加變到高一點齁 然後我們主要角色的話就是那個惡魔嘛 惡魔的話它就是主要攻擊 主要攻擊的地方就是在暗影界嘛 因為只有它可以潛入暗影啦 講坦白是這樣 而且它跑速最高 所以我們盡量讓它把它跑速 把它的裝備都添加跑速齁 這樣你跑圖會比較輕鬆 然後你地圖上某些地方 是必須要潛入暗影的時候 它才能開通齁 然後一般機關的話 你又必須要在人間界的時候才能啟動 所以這邊就是你要一直來回的做切換齁 然後某些敵人的話 它是一定必須要在暗影界才能擊破的齁 然後你在切換的時候 你人間界的夥伴的話 切換速度是可以很快的 基本上是無接縫的齁 但是如果你切換到惡魔的話 是會有一些短暫的CD時間齁 喔 因為它會有時間暫停嘛 讓你逃命用的 所以它就沒辦法一直讓你這樣快速切換 不然你這樣就無敵了啦 呵呵呵 對不對 當然有些怪物的話 它是不管人間界暗影界都能攻擊的 所以那種角色的話 你不管切換到哪裡都會被攻擊 好 這個遊戲主要特色就是探索 還有機關解謎 那我們跑圖的時候盡量就用惡魔來跑圖啦 那這邊就示範一下這個遊戲到怎麼遊玩 然後其實它很多支線盡量去解 不然你的等級不夠高的話 很容易就被滅團齁 其實它這個遊戲是有難度的齁 而且某些BOSS戰的話是必須要運用一些戰術才有辦法過的齁 然後聖索的話是可以回血的 齁 全角色都可以回血 當然你也可以叫你補師出來補啦 但是要耗魔力不方便 像這個就是 人間界跟暗影界都可以攻擊的敵人 你看我被沉沒了 但是我這是物攻的 其實被沉沒了沒關係 我這隻是物攻 所以我被打不太痛 但除了那個啦 魔法攻擊 然後你打死敵人的話會有那個靈魂 靈魂的話可以添加在你的靈魂死上面 才是用於補血或者補魔力用的齁 所以基本上它回魔也蠻快的 基本上你法術盡量用 但是回血就比較慢 所以盡量不要扣到血 然後像這個暗影水晶 你就必須在暗影界的時候才有辦法去拿齁 算是一個暗影界的寶箱 像這隻怪它主要的攻擊就是閃電嘛 其實你可以叫這個蜥人出來扛 你被打比較不會那麼痛 像我剛剛那個十巨人主要是來擋物攻的啊 基本上物理對我的傷害 對十巨人的傷害是很低的齁 你看它扛我一刀才4滴齁 但由於它移動速度比較慢 所以你就要適時的切換你的角色 來增加你的移動速度齁 不然你這樣走過去真的太慢了 好像這個連鎖火焰的話 你把它點到最高的話可以墊4下 所以真的蠻強的 好這個好笑的部分就是敵人死掉的話 真的會把屍體捲起來 這個絕招 就真的還蠻搞笑的 好暗影界它也有暗影界的敵人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要把這兩個世界一直切來切去的 不然有些東西或者是敵人沒打到 因為敵人打死以後就不會再重生了齁 這邊也是很需要注意的一點 然後你持續攻擊的招式的話 你切換角色的話它不會消失 所以你可以運用這個能力的話 就是把那種持續攻擊的能力都先把它用出來 然後再切換其他角色去做攻擊 然後再敵人 然後再次敵人 然後再次敵人 基本上招式就不要吝嗇啦,人用就用啦 你那魔死放著沒在用也是放著也是放著 所以不要想說你要純魔死幹嘛的打王用喔,沒有必要啊 打王如果你會打的話有技巧性的閃躲攻擊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扣太多血啦,不用硬拚 然後你在一些主要劇情上面的話他會有一些選擇讓你選擇 你不要切太快喔,有時候選擇你的抉擇會改變一些劇情 而且有時候會有一些寶物給你喔 像你現在是惡魔狀態,其實你在這個遊戲途中你會遇到其他惡魔 如果你把他打死的話他還會噴你的裝備喔 這個遊戲主要特色在於說他有一些解謎成分在喔 你就沒要命的,很想就想說 一定會想說,對你來講 你要想說,對你來說我沒有看法 他還在他做生命的說法 你會讓他來講一次 你以為很說まぁ不要再說 你會想說,對你來說 你聊天啊 你感覺這樣 你很想說,對你 你會想說,對你 我卡到陰了 靠腰勒 我完全沒在想我這個要怎麼解喔 我就是隨便按了 我現在腦袋很空 又回到原點啦我超強啊 爽啊 爽啊 終於啦 好 像這個遊戲主要特色探索 某些地方都有一些守木人啊 都不保障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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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秒了 基本上你打死哪一種BOSS的話 他就會掉落他相關的裝備喔 如果你打死蜥蜴人BOSS的話 基本上他就會掉蜥蜴人的同輩給你 像這個的話 你不要看他加4個人力 如果你自己香精水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你拿到白裝好了 雖然你香堪那個精水的 費用會比較高 但是你所有的人力可以依照自己的選擇喔 那你這個的話就是剪現成的來用而已喔 有沒有有沒有變比較帥了 好像有齁 然後你夥伴死掉的話是沒關係的 你可以在聖所隨時幫他復活 是不需要任何道具的 回去就不能放過我嗎 欸 哇 我突然我覺得我變聰明了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哈哈 這個遊戲其實 我覺得還OK 只能說還OK 因為他其實有蠻多缺點的 因為說缺點就是說 跑圖麻煩 接下來就是說 怪不會重生 變成說你只能玩過一次的感覺喔 當然他很多隱藏的地方你可以去尋找啦 所以他主要就是跑圖 探索 有些地方你就是一定要用人類狀態去開啟喔 不然他沒辦法開通 好 這個遊戲大概就是這樣遊玩啦 所以其實如果喜愛這一種角色扮演 有一點 有一點戰術技巧的 就可以來試玩看看啦 這邊就不太多試玩啦 好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啦 哇 你看這個頭有點像異形那一顆頭對不對 呵 好啦 題外話 靈魂石的話是不能添加精髓的喔 靈魂石就是你要補血補膜用的 欸其實他已經幫我添加完了 四個靈魂 呵呵 四個精髓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試玩到這邊 喔 對這一種類型的 遊戲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試試看 下次再見啦 掰 Coren喔 我的鐵甲上司啊 我最喜歡他啦 對 對